第五章 桃园街上的双色桥 山岗市有条街道 原名桃园街 因为很多算瓜占卜风水的铺子在这里 也被人称为桃花街 桃花不因缘 风水东西通 张楚风来到桃花街 自东向西走 因为按照小程序上面的地址显示 在桃园街19号 便是阴阳寺在深岗市的秘密据点 龙阳风水工作室 张楚风站在街道的一侧 看着对面的牌匾上龙飞凤舞的四个大字 龙阳风水 不知为何 明明十分大气的名字 但却总感觉怪怪的 尤其是前面两个字 龙阳 好吧 小兄弟 你也来这里看球啊 张楚风被旁边经过的一名三十多岁 眼神怪异的男子搭讪 就是一愣 看球 双色球啊 你站在龙阳风水对面 难道不是来看双色球的 张楚风皱了皱眉头 有些听不懂这人在说什么 都说是桃园街又叫桃花街 算挂测阴缘的多 所以灵异事情也多 难道面前这位是中了鞋不成吗 三十多岁的男子黑黑一笑 眼睛朝龙阳风水工作室的门前一条 哎 我们桃花街第一大美女 双色球赵青鱼出来了 一脸疑惑的张楚风顺着男子的目光看过去 便看到对面龙阳风水工作室的门缓缓打开了 一名大富翩翩的男子笑眯眯的走出来 身后一名身着旗袍的女子正往外送她 女子步伐腰爪 一平一笑之间明眸动人 一双桃花眼 似乎随时都能将你的魂勾走一般 旗袍之下 凹土油脂的傲人身材 虽然领口严实 但胸前一对风鸾 绝对不是凡肩不疲 所能够掩盖的仙山 高丛入云 舍人心神呢 张楚风终于明白了 刚才那三十多岁男子 为何眼中充满了怪异 也明白了 为何这名叫做赵清雨的女子 会有双色球的绰号 的确是个球啊 随着赵清雨送走客人 走进工作室 在马路对面围观的几个人 才渐渐散去 张楚风却朝着马路对面走了过去 小兄弟 你还要进去看看啊 张楚风也不多解释 来到工作室门口 按了一下旁边的门铃 听到有人按门铃 赵清雨马上过来开门 小朋友 有什么需要吗 赵清雨的声音 无媚动人 尤其是需要两个字 简直就是男性杀手啊 仅仅是声音上的撩人心弦 张楚风还能坚持 但此时 自己站在台阶上 目光正好落在一堆风篮之上 张楚风脸一红 不好意思咳嗽了两下 那个 那个 我是来 突然 张楚风身后 有人撞了他一下 这一撞不要紧 因为自己站在台阶上 更上面才是赵清雨 于是 自己的脸 一下子 就撞在了赵清雨的胸前 接对面 几个还没有散去的人 瞪大了眼睛 后面是小刀士 是他找来做帮手的吧 在后面 不小心撞到张楚风的小刀士 马上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看到门开了 以为能直接进去呢 没想到 你们没动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此刻 张楚风红着脸 赵清雨的脸也通红 赵清雨虽然在这桃园街 雁鸣远播 但像这样被人占便宜的事情 还是第一次 此时 赵清雨的目光之中 甚至透露出了一丝杀戟 你们两个 进来 这一刻 赵清雨的声音 是从未有过的凶悍 张楚风和身后的小刀士 战战兢兢的跟着走了进去 我叫张楚风 你怎么称话 张楚风看着后面的小道士低着头 脸比赵清雨还红 而且 这小道士 就是之前自己在窗户边 看到被楚江王暴打的小道士 我 我 我叫张学玉 小道士有点腼腆 说话的时候都不敢看人 这时 赵清雨朝着两个刚要聊起来的年轻人喊道 来这个房间 两个人马上进去 发现是一间很小的办公室 在办公桌对面放着两张椅子 赵清雨让两人坐下之后 便离开了办公室 张楚风 马上施展千里眼顺风耳 随着自己心念一动 闭上眼睛的张楚风 看到了扭动腰致的赵清雨 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另一个房间 也是一间办公室 指尖亲着眼眶 脸上还有抓痕的男子 只能低着头看手机 两个实习生都到了吗 倒是到了 不过有一个小子不太老实 不行 我要好好教训他一顿 张楚风听到赵清雨 逾气之中的愤怒 就知道了 这个要被教训的 一定是自己了 不怕新人本事差 就怕新人太傲气 等会儿老周就回来了 让老周出手吧 不知为何 一提到老周的时候 张楚风注意到了赵清雨 一脸不屑和鄙 这时 工作室门口 进来了一个年仅四十的中年人 穿着颇显颇旧的皮夹壳 头发杂乱 胡子也很久没有刮了 嘴里叼着烟 刷卡进来之后 就朝着赵清雨打了声招呼 赵清雨笑了笑 将两份表格递了过去 周副队长 正好刚刚来了两名实习生 敲给你了 说着赵清雨凑到老周的耳边 低语了一句 有关系货 请说洋谈 是否划 大事 优优独播放 感谢观看